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人说不听老人缘 或说不听妻子言 吃亏在眼前 这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问题是夏娃不仅自己吃了禁果 还要丈夫跟他一同吃禁果 夏娃的话是不可接受的 听从错误的话 才会吃亏在眼前 更何况亚当还未陷入罪中 他还处在言出的意的状况中 他是有能力拒绝夏娃的诱惑的 他竟然选择听从妻子的话 这样的选择就界定了 他要承受责任和痛苦 今天不少人常常会随着别人走 特别那些习以为常的事 特别是当大多数人都这么做的时候 大家就不加思索地跟着去做 比如说像做叶子的禁忌 昏山喜庆的还文乳节 看风水十二生肖等等 你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做 他说这是传统 老一辈人都是这么说的 我只好跟着做 可是以前留下来传统 一定是正确的吗 当然有一些传统是没错的 可是你为什么老是跟着别人做呢 你曾经想过你为什么这么做吗 对于基督徒 我们还有更高的准则 对于这件事 上帝的话怎么说 我们华人更相信专家权威 胜过相信自己 甚至胜过相信上帝 话说有位病人病危 妻子快快找了医生来 这医生喝醉了 他凉脉搏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跳动 因为他根本就摸错位置了 医生就对妻子说 很抱歉你的先生已经死了 就在那一刻病人睁大眼睛说 什么我还活着啊 妻子说你不要讲话 他比较清楚 他是医生 一个医学博士 你敢怀疑他所说的 还不赶快闭上你的嘴 这虽然是笑话 但是不少人却是如此的信念 同样的当美国的前总统欧巴马 现任的总统拜奔说 同性恋同性婚姻是合法的 所以我们就如此行 就如此做 你觉得合理吗 亚当听从夏娃的话 为什么他不听从上帝的话 为什么我们听这些政客的话 且忘记了上帝的命令 人违背上帝的话 结果招来痛苦 患上爱之 以后又怪着上帝不保守他 其实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根本没有人逼你做这样的选择 所以最后该负责任的是你自己 记得不属气 不会去追老鼠 是老鼠自己送上门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是疑昧的人 常常按自己的情欲做选择 结果一错再错 求主宽舍我们的无知 借着你的灵 透过你的道 做出明智的选择 选择荣耀你的路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